这家俱乐部成立于1905年 卡卡 远远 西红禁忌 西红禁忌 我们的藏门 这马鲁加西亚好帅 西红市禁忌的话 现在在联赛 一般西班牙 以及联赛表现非常优异 领先拉克鲁尼亚11分 目前联赛榜首位置 现在我们有700万 这700万我们可以留到西甲来用 我觉得700万对我们来说 我们有轻训小将 我们留到西甲来用比较合适 然后轻训的话 我看看我们现在还有几个月 三公元现在还在探查 轻训营里面现在有人 有一个卢西 81到94的总评 目前1米81的边后卫 也可以踢中后卫 然后是64的总评 17岁 尽量让他再多锻炼锻炼 我们再让他出来 来看一下 现在队伍的整体状态很好 话音刚落 我们的老队长卡莫娜 设施了一粒点球 我们这场比赛输了 今天第一场模拟就输了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交易 蒙迪兹的交易 蒙迪兹是我们首发的中场球员 应该是有潜力的 暂时不卖 暂时不卖 他之前就是潜力小将 我们现在又给他球踢 对吧 他应该还是比较给力的 卢崇坤的苏介田 卢崇坤线68的总评 目前在我们队伍当中没有位置 卡尔特仁这支队伍还是比较特殊的 可以足 可以足 这是西红竞技 今天晚上第一场 失败 再来看一下下场比赛对阵 鲁曼西亚 客场 1比1踢平 圆圆是受伤了 小伤吗 不要吓我 中国小将圆圆 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名球员 小腿非常激拉伤 非常激的拉伤 没事没事 非常激拉伤小帅 圆圆这边的话 我们因为他踢上了首发 所以他没有训练位只有一个 那卢西马上要走了 卢崇坤马上要走了 我们练任方 卢西这边是耐力和那个 任方 任方可能会踢中场 任方是中后位的 中场球员里面的 后腰1米93 他是我想让他完全踢后卫的 他可能踢中后卫1米93 踢中后卫没问题 任方也练 往前推一推 看看 这个是东窗期 卢崇坤已经租借成功了 圆圆和卡地夫城都有租借提案 圆圆竟然有报价提案 博卡青年 这是 对不对 卢塞竟然这么早就报价远远 我们不卖 任方 任方是我们的中场球员 我看看 任方现在 咱们租不租掉呢 其实能租就租 我觉得 任方现在是我们首发中后位 其实不首发 我们也是有其他球员可以上的 我觉得可租就租 能租就往外租一租 到了西甲 他们就不愿意被租了 租出去 我们再回来 任方 而且是卡地夫城租的 在英格兰 马上我们就会有新的清训 我觉得 而且我们首都上还有很多外籍球员 中国籍球员往外放的话 是有好处 租了租了 但是圆圆的报价绝对不可以 我们现在圆圆是替首发的 我们来看一下 董事会竟然说 我们现在的 成绩不太理想 你瞎了吧 董事会瞎了 我靠 我举报了 刘若凡首发 接下来下一波是门将 对 我们会迎来中国清训的第一波门将 2比0 酒保喝太多又进球 卡莫娜进球 这董事会就很贪啊 任方走了 去到了卡地夫城 现在远远也可以继续训练了 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重点的资源位给到我们新来的年轻小将 知道吧 特别像圆圆这样的一个进攻球员 你如果不好好锻炼她的话 她没有终结能力肯定不行 1米86的前锋 对不对 带球一定要强 耐力已经80了 我们拿一个远射的一个能力给她练一下 好吧 然后呢我们多一个位置就可以练其他外级球员了 因为你外级球员也需要增长啊 对不对 包括这个加西亚 我觉得她颜值很高 可以练一下她的射门 现在加西亚长得很快 直接把74了 我们这个赛季的东窗期就不要搞太多 来看一下 炯兹瓦克应该是回来了 炯哥回来很关键 炯哥伤欲复出了 之前受了6个月的伤 那刘若凡就下来了 炯哥直接踢前锋 可以 刘若凡下来 就等秦逊4个人的位置 任方下来之后 洛佩茨重新回到首发位置 可以 这莫里拉也是一个有潜力的小将 有潜力的球员 我们之前记录过的有哪几个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莫里拉 莫里拉是这个下面的 对吧 加西亚是那个后腰加西亚 这个 然后是门迪兹 门迪兹在这 门迪兹在这 现在是替补 格拉格拉格拉在这 格拉格拉格拉 格拉格拉62中场 迪亚兹 迪亚兹也还在 可以 桑切斯 桑切斯门将还在 就潜力的 明日之星的6个年轻小将都在 所以我们到时候二阵就好转 包括我们现在就可以把二阵先拼出来 这样子比较好一点 我们早早把二阵拼出来 对 这个加西亚换左边 对吧 门迪兹 换飞耶哥 洛佩兹换左边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等于是我们有个二阵 等一下刘若凡也要上 刘若凡前锋 玩独自了 这下真没位置了 炯哥也下来 刘若凡也是前锋 这是二阵 这是二阵 我们现在在西班牙以极联赛 我们就已经准备二阵了 你们看看 现在球队早早就已经预期好 自己的以后的位置了 以后就是欧冠 欧冠球队 因为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球队的健康 因为这个党我们是不能独党的 太危险了 随时可能崩 崩盘 来看一下东窗期结束了 有什么毛病吗 老队长墨西哥每周 想要老队长 老队长咱不卖 老队长这个模拟太强了 各种进球 八冰的转回体验 八冰这么一球员就比较厉害了 是我们中后卫的一个大哥 这卡尔特人怎么老喜欢挖我的人 卡尔特人天天来挖我的人 八冰 八冰530万 八冰身价390万 法国中后卫 我想想 首先看还有几个小时 就一个小时了 不卖了 八冰现在是我们中后卫 八冰真不能卖 八冰卖了我们后房就太不稳了 而且他现在状态是增加 这么好的状态 怎么能卖的1000万 八冰八冰一千万一千万一千万一次 一千万两次 一千万一千万两次 六百万 六百万 我操六百万 六百万考虑一下 等等 哇 这这么有钱 卡尔特人这么有钱 他竟然没走 他竟然没走啊 八冰一千万两次 一千万两次 一千万两次 八冰八冰八冰一千万两次 我们定好了八冰的价格 一千万七百万 我操 他他翻倍了 如果八百万翻倍卖的话 我觉得是不错的 就八百 八冰八百万八百万 八百万八百万 八百万 八百万 翻倍啊翻倍 滚出我的办公室 卡尔特人 滚出我的办公室 卡尔特人 请注意了 第三遍广播 滚出我的办公室 卡尔特人 什么东西 这 不行不行 这聊不下来 没有翻倍 我绝对不卖的 八冰绝对可以踢到我们 我们到这个 这个西甲都可以用它 下半赛季 下半赛季 这个赛季目标肯定是深深深甲 来看年轻球员 圆圆的转会提案 拒绝 圆圆不卖的 圆圆肯定不卖的 圆圆我们自己自己让他提 来看一下 卢西本来是81到94 他经过了一周的 所以这段时间几周以来的训练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潜力值 85到94又涨了4点 非常好 卢西加油 卢西 卢西线总平已经65了 正在继续往上冲刺 17岁的卢西 很有可能成为中国队 最 这个第一个后方线 铁茶 来看一下 研究报告 卢西看过了 巴兹克兹想上场 我会考虑的 那我们让二阵踢一场 二阵可以踢一场 现在联赛我们 暂时领先积分比较多 对阵特内里费 西红竞技科场 0比1败下阵来 巴兹克兹开心了 你看 远远卢西 两个中国轻运小将在练 接下来是加西 我们现在中国的轻训营 寻找的是一名 中国籍的守门员 来了来了来了 还是那句话 我们是不刷新的 就是看 我们这个轻训 教练 这个球探能够给我们 什么样的球员 第一名 何九龄 总评很高 总评非常高 但他潜力真的太低了 只有62到86 一米88的门将 总评一看就很高 52万先签下来 潘武汉 拒绝 陈胜 拒绝 李星 最大值78的潜力 拒绝 升空 一米97的门将 45到61 去高考吧 范建国 去高考吧 弹节 弹节 1米84的门将 17岁 71到94的潜力值 先下先 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卢系以外 两个门将 都是17岁 这次我们轻训找到的球员 怎么都是17岁的 我靠 弹节身高上有些劣势 但是弹节潜力好 核90级潜力实在是有些崩坏了 兄弟们 我觉得这两名球员都不是特别完美 弹节的话就是身高比较弱 所以我们直接拿到我们的阵容当中 直接交易点 提升到成年队直接 不是交易点 直接租借点 我们等待下个月 好吧 没有关系 他们也没有犯什么错 这两个是好苗子 讲不定自己就想开了 咱们留到下个月 看看他们能不能自己起来 当然现在他们不会有训练位的 这两名门将 你别说核90现在替我们二阵门将有问题吗 是不是 有什么问题 桑切斯也不过就65 我核90怎么了 1米88的门将 对不对 也是有点能力的 我核9064跟这桑切斯比比 差不多 这六变形 都是俩豆腐干 是不是 这桑切斯也就长得高了 那么一点点 是不是 飞升铺就我核90还厉害些 开球和反应的铃都核90厉害些 是不是 不吹不黑 核90决定想踢个二阵的门将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们这边不搞了 我们这边就让他租借点 其实这几名球员也能租借掉 桑切斯也能租借 对 其实桑切斯也要租借掉 我们把桑切斯也挂上去 就他们年纪轻都在涨的 涨了两点了 来我们去新闻发布会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会看到九宝喝大多更好的表现 这肯定的 轮换很重要 轮换是非常关键的 每一个球队都会有轮换 你需要有一个轮换阵容 包括下个赛季 我们升到西班牙甲级联赛 对不对 那轮换阵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看看啊 这一场就是首发的阵容了 但是桑哥现在伤缓还没有好透啊 米兰德斯 主场迎战米兰德斯 九宝打进两球 我撒 靠谱啊 真气真气 桑切斯想要租借 很高兴你跟我想到一调啊 何九龄想要租借 很高兴你想到一调啊 谭杰 我只是你最好租借啊 往前距离 远远69了 如希66了啊 很好 来 桑坦德禁忌 怎么最近发布会这么多呀啊 怎么的呢 我希望整个球队都能冲刺起来 球员们表现很好 把这士气开心给他顶起来啊 球员们有实力 很开心很开心 球队士气很开心啊 全是绿脸 全是小绿脸就好了 啊 全是这种大的绿脸 就非常绿的那种脸 就不容易受伤我觉得 对吧 像迪亚兹现在这种不开心的 这一场我们还是首发踢 我们这样子主主力两场首发 因为我们现在赛程很空嘛 连西班牙国王杯咱们都没有 主力踢两场 二阵踢一场 主力踢两场 二阵踢一场 这样最安全 2比0 菲耶哥 巴兹克兹各进一球 可以 何九龄的租界体验啊 来看一下 哈德斯菲尔德想要何九龄 哎 去啊 英超球队 走了走了走了 想啥呢 何九龄赶紧去躺 躺那 就去那混啊 然后呢 我们这场就应该是二阵来踢 加德斯 卢西现在潜力还不够 一比一踢平 刘若凡打进来到 西红竞技的第一力进球 表现优异 完美 刘若凡棒 球员竞赛了 谁啊 佩雷兹竞赛了 谭杰的报价 两名中国小将都有人报啊 租界提案 这个是桑德豪森 没听过呀 也能去吧 去吧 能租掉最好啊 来来来来 清训球员青年队报告啊 我希望他就是91到94啊 对啊 谭杰不去 你看这小贼 我谭杰不去 谭杰这么飘吗 不去 看到没有 88到94啊 又涨了又涨了 刚才85 再涨3点就是91到94了 我觉得卢西再忍一忍 这才第二个月 我怎么就放出来 圆圆进球 九宝盒进球啊 2比2 加西亚咋的了 加西亚崩了 加西亚崩了 我需要坦白的对你说 缺少比赛机会 让我有些崩 学习经验啊 你现在你现在别崩啊 何九灵倒是走了啊 但是谭杰不愿意走 来吧 我们给加西亚一个二阵的位置 确实加西亚是有资格踢二阵啊 那都红脸了 球队都很好 就他红脸 你看 因为他毕竟站了 那就把这个外界就叫 嘎啦嘎啦给他下来 他总评毕竟低啊 嘎啦嘎啦现在总评低 咱们让他下来 二阵还是给加西亚一个位置 哟 我们年轻的帅 帅气加西亚75了 我长得很快啊 你看他 何九灵去到了哈德斯维尔德 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英超球队对吧 阅读球员报告 来看一下有没有好的中国苗子啊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好的中国苗子 我们的成绩依然不太理想 扩大品牌影响力 是俱乐部的重要目标 这不给你们培养明星的吗 你先挤洒呀 先看一下有没有好的门将啊 哎呦 这乍看之下 这五个都不行 临风 潜力太低了啊 71 小野82 白羊76 刘池勇 70 王庞 82 哎呦 这个月门将不行啊 这个月 这个月就等啊 咱就等 咱们现在不赌党的话 就是只能等 没得选啊 只能等 这场二阵来踢啊 二阵来踢啊 主场 以后主场让二阵来踢 一比一 刘若凡受伤了 我操 哎呀 你就没多少机会上场踢球 你还能给我伤了 我真是服了你了 刘若凡受伤三天啊 还行 中国国足的大名单啊 这场 他们都想上场 这场二阵又都想上 那一阵 你们刚上过呀 二阵 踢上头了 还想一直踢 这可怎么整啊 贾西亚现在是切换战术 状态很好 不着急 我们会应对压力 我们保持不败 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发布会一定要去啊 很多球员的心态 和球队的整体事情 都靠发布会来撑了 就靠我吹牛逼 你看主力线 踢不着球 都是绿的 所以就让二阵踢球 就吹牛逼 就吹牛逼啊 兄弟们 吹牛逼 输了 卧槽 哇塞 拉空女家只差我们一分了 卧槽 远远70了啊 卢西68 可以 国家队真招啊 我们来看看 那远远肯定要上的呀 远远肯定有资格上场的呀 远远70的前锋呢 没方向了 无形汉无锡 我没位置给人上了 时刻换一个无锡 卢西 卢西 这是卢春坤啊 无锡 暂时中国队就先这样吧 不用太过于紧张啊 暂时中国队还是比较 暂时比较薄弱 对 来走一走 下场比赛对阵 高杆 远远进入中国队啊 这是我把他拉进去的 对 那看一下西红禁技 我们的队长很关键啊 切换战士 我们会应对压力 下个赛期我们要冲击西甲 开什么玩笑 祝我们成为最好的球队 等一下我们这个球探 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三个月 还没有结束啊 还没有结束 球探还没有结束 门将球探还有一次 对应该还有一次 下场比赛对阵挨高杆 来看一下我们首发阵容 暂时不踢 还是二阵踢吗 首发踢吧 首发踢 不要二阵踢 给二阵一次机会 不行 给一阵一次机会 一阵一阵 还刚刚踢一阵啊 输了啊 远远打进一球 可以啊 输归输 但是我们远远打进一球 很关键 现在远远在前场 已经开始能够进球了 很好啊 很好 输球没关系 对 我们现在可以输球 加西亚的转会 加西亚忍不住转会了 那你转吧 行 既然你要转会 那你就转会了啊 但是我们现在和 拉克鲁尼亚只差一分 联赛榜首的位置 对我们下个赛季 还挺关键的啊 因为我们需要 下个赛季的资金 冲击系甲 对不对 来看一下 中国的有国际 有仪赛 中国队对阵匈牙利 中国队现在有 封线球员埃克森 右边五磊 83了啊 都涨了 埃克森从79也涨到了80 李可77 张七哲 震志是83涨到了84 破防线还是比较薄弱啊 右边后面是王胜超 上唐苗吧 唐苗有进攻能力啊 张玉宁 圆圆现在可以打一个 一阵的替补啊 和高龄的总拼 已经是 持平了啊 可以啊 圆圆 来看一下匈牙利 1比0 中国队无雷 打进一球核武器 打进制胜球牛皮 这是我指教 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 第二场比赛 对阵加拿大 来看一下 客场 没问题 中国队 哎 输了输了啊 加拿大10号球员大卫啊 一脚禁射 行行 现在还是正正常 中国队现在 这阶段还没有说是 就可以 完全拿下 一些世界队伍对吧 毕竟我们轻讯不然怎么做呢 对不对 还做啥呢 对不对 那看一下西红金鸡 对这奥维耶多的这个 对这奥维耶多的这个发布会啊 我们的这个士气不是很好吗 我们会应对压力 长士气 长士气 我们有五场比赛 没有赢球了 真假的 我说呢 我靠 我说咋回事 我们五场比赛没有赢球了 他刚才 那谁告诉我呢 我臭 这这不行啊 加西亚反正就要交易了 我们主力踢一下 主场啊 奥维耶多啊 西红金鸡 赢一场 二比一 远远两桥 没开二多年 真气啊 可以可以 远远真气啊 没毛病 弹节的租界提案 谁租啊 能租就租 接收了 远远现在不错啊 开玩笑呢 我们练的就是 灵蒙一角 进攻阻位 短传和圣门力道 还有远射 现在远远的远射也在73了啊 在封线他已经越踢越顺了 咱们如果后面有训练位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 不用练远远了啊 跟我们当初的熊冬一样 就放在前场啊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手踢过远远 还没有手踢过远远啊 但是我是很期待 来看一下我们卢西的 潜力值 涨了吗 之前好像是85到88 这一波是88到94 没涨是吧 三个月了 我觉得他该出山了 回头他又不开心了 对不对 我就出吧 我就出了 出了出了 来来 卢西啊 卢西这个 这个已经足够了 那洛佩茨直接进入到二阵 卢西直接首发中复卫 中国球员 那必须是有一些特权的嘛 嗯 嗯 嗯 洛佩茨直接去到二阵 二阵八兵踢两场 肯定是很辛苦 来八兵下来 来洛佩茨呢 洛佩茨中复卫啊 八兵踢两场正好 二阵 二阵队长肯定是张 呃 刘若凡啊 不用想了 唯一的中国球员 不用多说 别问为啥 咱们来看一下 卢西的一个整体属性啊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过 对吧 卢西 四星四逆 防守效率高 踢中复卫 一米八一身高 有点稍弱啊 身高有点稍弱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射门传球代球 其实完全可以组成一个中场啊 但是他进攻效率确实比较低啊 进攻效率比较低 一米八一的身高 我们再配一个高中锋就行了 对不对 身高确实薄弱 但是四星四逆 很给力啊 很给力 再来看一下 积极性也很强 弹跳力量 力量和耐力都不错 反应也是合格线 敏捷合格线 冲刺速度也都合格线以上 还是不错的啊 没有特性 没有特性 特性我 我是不记得了啊 我们最早的时候 熊东有特性吗 最早的时候 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熊东也没有特性 佩雷兹的转回提案 佩雷兹是我们 一个替补的 风险球员 弹一把 一百万可以让他走 左边后卫 他是一早就 就组织核心 我好像记得是 练一段时间才是组织核心 真的 他不是一早就组织核心的 先报两百万 翻倍身价啊 滚出我的办公室 蓝十字 什么东西 是不是有清训啊 球员报告来了 门架啊 看一下有没有好的门架 天独一 继续 小野 八十九 一米九四 继续 徐东丸 继续 梁润铭 哇 这一波其实都不错啊 但是就潜力都一般 如果潜力好就好了 杜冰文 哎呦 八十七的潜力啊 哎呀 一米九七 多好啊 二十一万 哎呦 就差那么 就潜力都太低了 咱们这个 哎呀 这波中国这个国门啊 很难找 目前来看 咱们需要一个很强力很强力的 世界级国门 西红禁忌 一比零 卢西 首发登场 打进 致志胜球啊 这是他 加入到正式队的第一场比赛 比赛第二十二分钟 卢西在进区内 来回三百八十八度 旋转无敌 爆射投球 打进一球 西红禁忌 克场赢下 巴列卡诺 全取三分 八兵受伤 可以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你们不懂 他就是优秀 干得好吗 你子 黑鹅哥竞赛结束了 完了 八兵 缺席五周啊 肩膀脱了 肩膀断了 完了 我们中国未美了 我头 等一下 球探球探 球探三个月到了 来中国球探继续啊 还是中国队 不要任意 不要任意 门将门将 先找门将 我们针对性强一点啊 这个位置因为最早就要开始培养 如果你不早早开始培养 门将 会很吃力 对不对 现在我们球队这个中卧位位置上又出现问题了 那我们洛佩斯又能守发了 洛佩斯就要替两场守发啊 那就很吃力啊 对他来说 好 那我们把洛佩斯的二阵守发换下来 换上谁呢 我们换上这个 扎拉雅啊 扎拉雅 请给他个机会 什么叫二阵嘛 对不对 就我们现在早早就开始轮换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后卫 扎拉雅 扎拉雅不开心了 你马上就能上场了 扎拉雅 别不开心啊 都刚给你安排好 刚给你安排好 别不开心啊 马里恩特68的中卧位 是我们的一个替补中卧位 谈一把 120万 行不行哥 我不谈吧 就120万 我这没有独挡 我很真实 120万 别说了100万 行吗 真的就100万 我们现在就从前明年买啊 100万 94万就得过了 100万 就100了 你这60万不是给不起 好不好 可以啊 他明年是会走的 这场我们让二阵梯 我们领先4分 我们有资格去输球啊 齐祖 大罗 C罗 飞哥 卡西利亚斯 看着就头疼啊 以后我们欧冠就是这种对手 1比1 扎莱亚 首发登场 受伤了 哎呀妈 这伤病也很严重嘛 我们现在 又是个肩膀脱臼的 我们队伍是不是一起 就是找到一个肩膀医生 开的这么病假单啊 都抱着肩膀脱臼 真的假的呀 你别骗人啊 我跟你们讲 你们这帮子人 全那妈肩膀脱臼啊 谁信呢 跟谁谁不信啊 我看看啊 我们现在还有几轮连赛 一轮两轮 三四 五六 还有六轮 现在来看的话 从积分榜上来看 我们并不稳啊 拉克鲁尼亚现在就紧追起后 这场主场我们要迎战一下 客场 我们迎战一下 阿尔梅里亚 又输了 卧槽 这下 这下那妈很难弄啊 又输了 我们成绩不太理想 我也知道啊 拉克鲁尼亚少赛一场 这这回合 这一轮拉克鲁尼亚 有可能回到榜首啊 梅蒂娜的转会提案 这是我们的右边后卫啊 梅蒂娜一直都比较菜 基本上就没什么用 梅蒂娜我们这个右边后卫存在感很低 基本上我都不知道 我们有这个右边后卫 对吧 这个右边后卫存在感很低啊 存在感很低 非常之低 低到就是我根本就没看到过他 这个梅蒂娜的话我看看啊 卖 卖卖卖 是个人就卖 西马亚变后卫梅蒂娜 150万 150万啊 低于150不卖 920不卖 我们完全可以留下来当替补的 对吧 大把球员需要替补 梅蒂娜 150 130万 就150 我觉得我不肯忍 150合适 滚出我的办公室 真的 我觉得150合适 他身价100万 我就加个50万 我这黑吗 我真不黑 对不对 佩雷兹的转回钱 佩雷兹是我们的左边后卫 首发吗 佩雷兹是不是没有签约 没有合约了 这是我们的二阵 左边后卫 佩雷兹是不是没有合约了 我看看 佩雷兹涨涨了两点 续约一下 小伙子续约一下 还有两个月就到期了 我都不知道 这小伙子涨到65了 很努力 扎拉纳 想要成为一个轮换球员 你就是个未来 还是想作为轮换球员 行 这么有自信 扎拉纳你就轮换 要签就签五年 诺比利巴拉 145万解约金 没有解约金 你还想涨心 小坏蛋 涨吧 打影1300周星 我们这个赛季初 将会有大量需要续签的人 看到没有 一排要续签的人 蒙迪兹 菲耶哥 都要续签 就西红竞技原班人马 还是有一些要续签的 扎拉纳很高兴 我们回到工作当中 来看在后腰位置上 菲耶哥 这个哥们 我是一直想卖的 因为我想门迪兹剃手法 佩雷兹这边报价怎么样 也没聊 菲耶哥主要贵 他只能卖300万 凭什么 他身价就400 700万 至少700万 不然不卖 不然我们下个赛季初再卖 所以还能伸到西 西甲 你不伸到西甲 你看你看他就欺负你 至少700万 不然不卖 你不伸西甲 他就欺负你 560万 700 700 就700 就700 卡住 滚出我的办公室 老虎队 你看老虎队 我狮子队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卖 真的现在不要卖 现在卖不划算 我们明年年初资金到位续签 我现在就许钱 不然的话我就怕 我现在就把一年的先去签掉 好吧 早早把这个工作做了 谈我们都谈 咱把今年一年的合约 就马上要赛季结束 还是三个月一年的合约 我们都谈了 早谈早划算 对不对 我有700多万的 能谈 早早谈掉 解除解决金 1500 可以 答应了 卡木纳老队长 谈 卡木纳抢 卡木纳模拟无敌 但是下半个赛季 卡木纳就不进球了 不知道为啥 可能是谈恋爱了 我们早早就给他按个轮框 你看他行不行 他要重要 行重要也行 我们不要都给关键 以免他们生气不开心 四年我们就谈五年 卡木纳 卡木纳老队长 护士解决金 自己报个薪资呗 报不出来我们就统一 给他翻个背 好吧 八千 然后两万的签元费 来 一口答应啊 可以 翻个背没毛病 表现好就给他翻背 像这种小球员 报价2400不行 还是得手弹 我们都省钱 省钱 我们就一笔一笔扣出来 你就是未来 未来 你绝对是未来 他想成为一个偶尔的球员 偶尔接受了 四年 一千五年 一千五年 680万不行 否认解决机 等一下 我差点给他8万的重心了 8200万 合理 确实是没死 这个我承认 行吧 你就关键的 这个赛季初你就会被卖掉 飞烟哥 我告诉你 上了西甲你就会被我卖掉 卖到其他球队 你就没了 5200 我怎么感觉我给那几个队球员的报价高了 没事 我给8000就给8000 球队就需要留下年轻人 还有三个人 我们继续签 合同谈判 佩雷兹 轮换 什么人都想重要 这个人根据我们刚才的经验应该给个4000就够了 3500这样子 他自己报了个3000 梅蒂娜也是 梅蒂娜要重要 梅蒂娜是我们的二阵的手法 5年 忽视解决金 没有解决金 不能有 给个3000 我觉得到头了 给个1万的签员费 再省一点 一口大力 你看看 我之前是不是签亏了 没事 早签的运气好 马雷恩特已经是确定转会了 对 很好 这一段我们的合约的一些小圈的合约 全部搞定 接下来这场比赛很关键 联赛这个阶段 谭杰的租借提案 谭杰一直不肯租 谭杰你怎么这么飘 赶我赶紧给我去圣保利 谭杰太飘了 不肯走 这个小子 我们现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之下 落后一分 只剩下几场比赛来 球队能否赢得连赛冠军 我们会应对压力 球队表现很好 赫罗纳 球员们有实力 这场踢赫罗纳必须得赢 手发得踢 手发得踢 手发加个把劲 主场 西红柿进阶 加油 凑0比0 卡莫纳受伤 fuck 伤七天 屁股扭伤了 八兵回来了 来看一下 现在联赛很挣扎 跟拉克努尼亚现在也是平分 我们身后就是爱高杆 差我们两分 我不会升不了班吧 我的天哪 谭杰依然不肯走啊 哇塞 这个我们 卡莫纳受伤 上蒙迪兹啊 加西亚踢前腰 门底子打后腰 炯哥左边 九宝和圆圆 八兵应该能上来了吧 八兵上 换下洛佩茨 哇 最后这几场太激烈了 我有点慌啊 兄弟们 我不开玩笑啊 能不能升班就看最后这几场了 中间浪太多了 阿尔巴赛特 连赛第几 连赛第13 重游队伍 揍他 卧槽 又1比1 连赛现在跟艾高干 并列第一 但是拉克鲁尼亚 现在少赛一场 Fuck 哇塞 这连赛最后这几轮 这三支队伍现在咬得太紧了 还有三轮 还有一场马拉加 但是都没有我们互相踢的 阅读球员报告 有没有好的门架 我们看一眼 哇塞 有两个无敌门架 看一下啊 空空拒绝 首先是78到94潜力的 无尺友 1米89 这个绝对牛逼 76到94 15岁 徐坑史 一个1米88 一个1米89 这两个都签下来 不用看了 27万 徐坑史多少 67万 但是门将叫徐坑史 有点伤啊 其他都不行 但他15岁啊 小徐 咱就叫他小徐吧 这俩名字都不怎么地啊 小吴小徐 咱不得 一个叫吴池勇 一个叫徐坑史 你说这 这是个几回事呢 吴池勇直接上首发 就是上上球队 然后租出去 徐坑史 我们培养啊 球队怎么了 怎么啦 怎么就 现在完成不了了 你们别慌 别慌 我们能完成的啊 最后不会随便就降级的 不会随便把我开除的 不可能 哇塞 阅度最佳球员 这个奖杯好帅啊 跟那种就是 魔兽世界里面 那个小魔法杖似的 真是啊 这头上那个魔法猪 你看看 好帅啊 开玩笑呢 左边后卫 我们看看啊 佩雷兹这场你得上啊 佩雷兹你得给力啊 现在我们求生欲很强啊 我们不能 不能 不能不输了 不能这样 不输了 不能不输了 一定得赢啊 这场 卡木纳感情很好 我们一定首发题啊 一定首发题 董事会希望在此通缉你 董事会对您 执教球队感到信心不足 请确保 本赛季能达成球队的既定目标 就是升级啊 就是晋级 这次晋级就对我 球队这个 魏严很关键啊 这个晋级很关键 马拉加怎么说 磨不磨呀 咱要不干一场 啊 不要被辞退啊 干一场吧 兄弟们 我有点慌啊 拉克鲁尔现在 肯定理性 主要就是爱高杆 爱高杆现在手 多晒我们一轮 拼了 主场我怕什么 啊 我西红禁忌 三比零 远远打进两球 九宝和弹多 打进一球 真气啊 远远真可以 远远现在制霸 西班牙一级联赛 远远可以 远远真真真真气 真气真气 远远长到72了啊 可以 努力 远球王 现在连赛还是很危险 还得小心啊 还有两场 哇塞 这个 哇靠 我必须得连胜啊 不连胜不行 卡布纳回来 门迪兹打替补 加下回后腰 老队长这种关键比赛得在 这几场就是我们球队的身班之战 一场关键 兄弟们不开玩笑 这几场拿下 大鱼大肉 这几场没拿下 全部抽弟弟 调配好阵容 咱们全面做好准备 就两场了 拿下大鱼大肉去虚假混 咱没有右边后卫替补啊 洛佩茨上去顶替一下 这什么球队 我们能输 课场我们能输 西红柿竞技 一比零 远远打进正胜球 远远牛逼 远球王 看到未来没有 看到这名球员的未来没有 有没有信心 远远咱不练了啊 为了保证他的潜力能够稳步增长 咱不练了 以免他出现抱潜力情况啊 远远我觉得现在已经足够了70几 就先这样 让他自己慢慢的增长 咱们把这个门将啊 小徐给他练起来 对吧 小徐得练起来了 我觉得我们无敌了 真的 再给一名外地球员机会 九子马克 九哥的射门练起来 小徐不错啊 小徐是我们现在一个找到的15岁的年轻 中国小将15岁啊 潜力爆棚 而且总品也很高 非常的有未来啊 非常的有未来 等一下我们刚才招进来的那个小门将 新的门将叫做小吴对吧 小吴一米八九的门将啊 也租出去 吴持勇租借提案 对 现在我们已经是保证进级了啊 保证进级了 所以肯定不用手提了 我们已经是稳定进级了 因为 爱高杆无法超越我们在最后一轮 对不对 不需要手提了啊 我们进入到西甲 恭喜球队 升班成功 冠军不重要 冠军只是一个title 对我们来说升班西甲才是最关键的 升班了啊 970万 才970万升西甲 行 我们升班西甲之前 我们先吃口饭啊 主教练需要修整一下啊 毕竟这个我们先磨到这个西甲开始啊 然后我们正好可以看一下欧冠和欧联的情况 再看一下这个联赛啊 呃 我们这个联赛第七 卡布纳 牛卡四尔连 夺得欧联杯冠军 满风啊 我的天 成绩不太理想 但是不至于要开除我 是不是 我成绩不理想 但是开除我不至于吧 董事会 明年我们就西甲了 你再给我一年 让我好好交易一下 好不好 明年就就西甲了 你好好让我交易一下 清讯求闻报告 小徐 涨了凉 没有涨啊 没有涨 没事 他15岁啊 不着急 他只有15岁 一米八八的门将 对不对 小徐就不着急啊 15岁已经64的总评了 你们想想 这绝对是属于 啊 看一下小吴啊 租借提案 赶紧组清清水心跳球队 清水心跳是什么球队啊 听听上去不太对劲啊 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 强力的中国门将啊 拒绝 拒绝 黄葱拒绝 高昊拒绝 白羊拒绝 彭博金拒绝 毛亮拒绝 不行不行 都不怎么样 看一下啊 小徐又涨了一点 卢西又涨了一点 很好 小吴租掉了啊 很好 这是好事啊 让他走 他是个门将 他回来之后看到表现 好的 我们给他留下 不好的 那就可能就 就这样了 他就测 哇 小徐长得好快啊 继续长啊 炯哥长到74了 好消息 门将我觉得差不多了 门将我们直接 等一下还是推最后一个吧 租界球员归来啊 做得好啊 我们实现了2000万的盈利 租界球员 辽东翔从天津天海回来 看一下辽东翔怎么样 辽东翔也是个门将嘛 不是门将 何九龄已经没有潜力了啊 租出去了 不管他 17岁你就没潜力了 给你高考去吧 一米八八的辽东翔 也没潜力了啊 高考一下吧 很多外籍球员都表现很优异啊 你看看 真的是 我跟你们想 新赛季 兄弟们冲啊 西家我们来了 530万啊 我们这个赛季初将会有2300万的资金 再加上我们季前赛 500万 大概将近400万 如果我们还能卖掉一些球员的话 应该能有4000万的资金左右 4000万的资金对我们来说 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量了啊 这次西甲 我们肯定要引进几名球员 能够在 呃 现在我们整支队伍是平均70家的 这点一定是不错的啊 西红禁忌 可以 行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西班牙人有没有降息 这也是我比较关心的啊 乌磊在哪 乌磊 乌磊你别走 乌磊你一定要留下 西班牙人在啊 第十一 看到没有 可以 我们现在是一支西甲球队呢 哈哈 西红柿禁忌 这个赛西我们的目标就是保吉啊 保吉 点个订阅 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VB游戏直播 B站也是VB游戏直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